今天是第3天了 第4,第3天,第5天了 哎呀,隔屋里待到现在已经1点多了 然后再出来溜的溜的 这个隔外面待时间一长,就哪儿也不愿意动 旅游也是一样,人就特别的疲惫 昨天我的一个同学,Dina 他是伊拉克人 然后呢,他那个一直没有加我Facebook啊,因为他是穆斯林 后来昨天我这动员之下,他算是加我了 加我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呀 我说他说,我现在在这个美国,我说嘿,我说你跑美国去了 然后他说他到那边待几个月,然后跟我说他要结婚了 我说你不93年出生的吗,你着什么急啊,结婚 他说不行了,他说他,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结婚 我说你嫁给谁呀,他说嫁给他的Caution 我说他妈啊,这不继续结婚了,他说没办法,这就是穆斯林的规矩 我这情急之下呀,我就给他发了一条 我说,要不我就嫁给你们穆斯林吧,然后你嫁给我怎么样 一下子姐姐就慌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要离开一下,先不聊了 一下就懵了,哎呀,我昨天也是冲动了 因为我想你们都可以娶四个老婆,然后这么好的一位姑娘就,就白白的白瞎了 哎呀,中国人,中国的女人拿这么好的姑娘这么纯洁呀 她连跟男生照相都不肯,牵手那根本不可想象 别说结婚了,对吧 我估计她浑身都是敏感地带,你碰哪都痒痒,因为她从来没被男的碰过 哎呀,可惜的好女人哪,就被这么的白瞎了 然后你看那穆斯林男的呢,可以随便霍霍那个其他国家的女星 这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你看看那个,我以前那个穆斯林是有巴勒斯坦的 家伙,两个女朋友,一个西班牙的,还有一个哪都不知道,都是辈儿漂亮,而且都是白人 你看你们为什么可以搞其他国家的女星 我们其他国家的男性,为什么就不能搞你们的女星 这穆罕默德本身来讲就是个大混蛋啊,在我看来 是吧 搞的就是一种不平等保护主义 所以就地方保护主义嘛,就像玩那个国际贸易是一样的 你搞高关税,对吧 你给我们卖东西巨便宜,然后不让我们收,不让我们那个收关税 啊,然后大量的就是用路 而我们想卖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冠税又非常的高 腰就非常的苛刻 啊,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买 这太不公平了 哎呀,一聊到这个话里我就亢奋 我现在到市州走一走 我今天决定啊,可能是走着去啊,还没有想好 因为这个距离有点远 先看看吧 今天是周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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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